在新店白人里有一面长达90米的彩绘墙 从中正路307巷口起一路延伸到安华公园 墙上有各种可爱的动物 包括了长颈鹿、河马、孔雀以及梅花鹿等等 而里长陈建立还规划了行人专用道 让民众走在巷弄内不仅安全 又能欣赏美丽的彩绘 走进新店中正路307巷内 印入眼帘的就是长长的彩绘墙 一路延伸到安华公园 彩绘墙上先看见直冲而出的火车 就像带着民众欣赏不同的风景 沿途可以看到长颈鹿探着头 马儿在河边喝水 河马可爱的露出圆滚滚的眼睛 还有美丽的孔雀以及梅花鹿等等多种动物 白人里里长陈建立表示 这面彩绘墙长约90米 配合着已经划设好的行人专用道 让民众走在巷弄内既安全 又能够看见这美丽的彩绘墙 总长大约有90米 大约以可爱动物为主 而且我们今年也规划人行道 所以新人可以在走人行道的时候 可以同时照顾安全 也可以欣赏我们的彩绘墙跟花谱 这条巷道过去总有围停车辆 但现在经过了彩绘美化 变得清爽又美丽 旅长陈建立更沿着墙边进行绿色植栽 同时也鼓励居民借由可食地景 享受当个城市农夫 当初这边的墙面是一个废弃墙面 而且地面也是杂草重生跟碎石 所以就是这样的想法 就想说把这些废弃的墙面 跟那个杂草的部分 重新再规划 然后把它整个绿美化 也完整的做起来 正面彩绘墙从巷口一路连接到公园 可以堪称是新店区最长的彩绘墙 里长陈建立指出 除了公园可以让民众休憩 也希望借由彩绘创造生活环境的变化 让居民一走出家门 就能够看见缤纷多元丰富的彩绘 感受白人里带来的美丽心情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